- 早安 好 然後在講師設定電腦的時候 我們稍微警戒一下 今天這個一成鬼的講座 像是驚嚴新開的 就是我們試圖在比較多coding的 好 等終身打完 我們試圖在分享新技術的同時 增加一些比較軟性的東西 然後這也是在跟隨著科技 一起往前走的人文社會的觀察裡面 一些新的知識跟新的洞見 好 那今天我們今天 因為這是第一次的嘗試 所以今天的主題 這個今天這一整個 一成鬼的主題比較多元一點 那我們就會盡可能 像明年度或是後年度 我們可能就會更聚焦在某一些主題上 所以這算是我們第一次試做這樣 所以謝謝大家的支持 那下午的第一場講座是由彭成 他是我的高中同學 算嗎 觀眾朋友 然後他被我找來做這個Cost Cup 然後這個議程是跟數位政策有關係的 那我們就話不多說把時間交給他 好 謝謝 那有老樣子 就是有slido 那有什麼問題的話可以丟上去 那今天是要討論這個數 多元共融嘛 這一場講座 那我自己是目前在東吳大學念法律說實班 然後在推廣一些 數位相關的政策 像比如說前陣子有外洩我們的戶籍資料 在座應該都是中華民國國民 那就是反正有一些身分證外洩的東西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待會可以來問我 對 那今天的主題主要不是這個 但會稍微碰到 那我還在G0V有在 沒有投入去 沒有投入去 好 那 總之大概這樣子 那這可以結束再聊 好 那我們很多時候會想說 就是很多數位政策 它其實都是以我們的政府 來去做規劃或制定的 就是民間可能沒有什麼太多餐飲空間 但是可能看到說像數位身份證啊 現在切換嗎 可以切換 好 對 好 那就是像 如果會來這場的 可能應該知道 有人不知道數位身份證的爭議嗎 如果不知道的話可以講一下 因為我 還不確定 我知道在座有一些人很熟悉 但我不太確定 有一些人是不是有興趣 但是不熟悉 那 數位身份證的議題 就是也是因為爭議很大 所以它之後被擋下來了 那 之後 喔 有了 太好了 所以我剛剛不應該按那按鈕了 謝謝 好 那 等一下喔 好 反正數位身份證就這樣子嘛 就是有這些問題 那 另外一個是中介服務法 那 可能大家 如果會來這場的話 可能前陣子 應該去年吧 還是去年底的時候 就是 有數位中介服務法的一個草案 它推出來 那 那時候也是有一些爭議 但是 當時 會產生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 把數位中介服務法 它的草案 給解決掉之後 那 總之還是會有一些網路上面平台的一些議題 它需要被處理 像可能 詐騙啊 或者說性私命 像它怎麼樣拿掉 那 那數位中介服務法 它掛了之後 就是有 冒出一個叫什麼 投信 投庫法 它的修法的內容 那這邊很長 那我直接幫大家抓重點 這個重點就是呢 這個網路的業者 它這個網路業者很廣 那網路業者可能包含什麼 平台 Facebook IG 或者說 可能連什麼網路公司 什麼中華電信 什麼的 它全部都包含在網路業者裡 那 反正總之呢 它只要有 任何人 他PO 跟那個 投信投顧 像比如說 教你什麼 買股票 教你什麼 投資 或者說什麼 虛擬貨幣應該不包含在這裡面 反正總之它 投信投顧 就是有這些跟投資有關的東西 這些網路業者 如果發現有人在他的平台上面 PO這些東西的話 他就要在司法警察機關 通知的情線內遺書 然後瀏覽停止播送 而且它比 中介服務法更厲害的地方是 如果有人 因為誤信廣告的內容 就是有人 因為相信了這個 股票的投顧老師 這個被詐欺 有受有損害的話 這一些網路業者呢 他同時也必須 負連帶的配行責任 所以這個 修法規定 他實際上 他比中介服務法 他課於 就是 我一直在想 不要用法律用語 就是說他 要求這些 網路業者負擔的責任更大 所以說 會有一個麻煩點是 我們這些網路平台業者 他有可能會採取更暴力的方式 來去做事前的審查 就我們這些言論 那會有一個麻煩點是 我們會更有可能被這些數位平台 來去搞一些有了沒有 所以說 數位中介服務法草案 他死了之後 我們可能會碰到的是這種 而且重點是喔 中介服務法草案 他那時候聯繫法院還沒進喔 但我們現在看得到的是 三讀 這是已經三讀的內容 所以說 雖然這個 他只管到的是 頭顧老師 可是 會不會之後有其他 跟平台有關 但是又很重大的議題 他也會用這樣很暴力的方式 來去逼這些Facebook啊 或是說什麼D卡之類的 什麼鬼的 逼他們做這件事情 這比中介服務法還可怕 但是如果沒有一個 跟網路平台有關的法律 先擋在前面的話 就會變成這些個別領域 可能跟頭顧 或是跟新私密相之類的 你想得到的 任何覺得很重要的東西 他就會被這樣子冒出來 好 那我們講到說 中介 那這個是我還沒有出生時候的網路 我連Nescape是 有沒有用過還沒有用過 那時候的網路相對單純一點啦 就是說我們可能就是 比較算是使用者 以使用者來說的話 可能比較多是單向的一個接收方 但21世紀的話就變成 可能我們的使用者他都在平台裡面 那我們有更多的互動 有更高的黏性 但也來到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是 我們很多時候被這些平台的規定給綁住 像比如說 我可能只是發一個愛睡覺的寶寶 讓人省心 他就被BAN了 他就莫名其妙的違反了社群守則 有關垃圾訊息的規定 那你要去申請任何的 你要去申訴說 你覺得這個規定 或是說你這個判決 你這個處分 你這個封鎖我的行為很不合理 但是點數也不會管你 他沒有任何的必要 那這個是我們現在碰到數位平台的問題說 他可以透過我們在使用他的過程當中賺到錢 像比如說很多人會在上面投廣告啊之類的 或者是說他可以很大一個程度的來去影響 我們這些使用者的行為等等的 那會不會如果他今天 像點數上面他使用者的人數應該 除了他沒有超過 就是他 雖然沒有超過中國或印度的人口 但是他能夠影響到是全世界的 很多民主國家的情況下的時候 他是不是他擁有的權力 比一個民族國家所擁有的還要更大 那如果在平台沒有被管制的時候 他是不是他隨便 隨便的來去封鎖我們的時候 來去限制我們使用的時候 反而會讓我們更沒有辦法使用到網路上的東西 因為我們所有的朋友 所有的社群都被綁在那平台裡面 那甚至是先前IG的帳號 有一些百萬網紅 可能我記得阿滴吧 還有什麼藝人之類的 他們的IG帳號都有被莫名其妙 沒有很明確的說明情況下就被限制 那這就是為什麼先前要有中介服務法的原因 那但是因為有很多的因素 可能大家覺得他的管理要不合理 怎麼樣的之類的 那導致我們這些數位王權他們一直的存在 他們可以盡可能的在現在佔有優勢的情況下面 繼續奴役我們 所以說我剛好去年的時候有接觸到有關 所謂的網路自己論壇的這個組織 那他有一些很獨特的運作方式來去討論有關網路相關的政策 那很有趣的是呢 那我們的NCC他也有在推相關的計劃 這個我們的唐部長他有用那個視訊的方式 參加過聯合國的網路自己論壇 就我剛剛最開始講那個 就這邊就是小圈圈 他那時候用這樣的方式 因為那網路自己論壇他是聯合國管的嘛 所以說台灣人要有辦法進去 目前是沒有辦法 你就算拿台包證他都不會放進去 對 你要拿中國負責他才能放進去 好 那我們就來到說 到底什麼是網路事理 好 OK 我還是要跟大家互動一下 這邊有人知道這些東西是什麼的 幫我舉手 你大概知道他幹嘛就好 你們不肯不知道吧 你一定知道的啊 沒有 有人知道的嗎 IP Address Dominium 知道局 OK 所以剩下的人都不知道 好 OK 我確認一下 好 那我們就來到 那我就講清楚一點 那簡單來說網路的歷史很長 你可以自己到維基百科上面看 他有很廣的那些內容 那簡單來說呢 我盡量講清楚一點 這個圖是我們 一個很概略的來去說明 目前全球網路它怎麼樣運作 或者某種程度上被管理的方式 因為我們不可能說 雖然說平常網路用的很習慣嘛 我們手機現在一拿起來 我們就可以直接連到網路上 或APP之類的 但實際上它的運作 還是有很多很麻煩的一些 協定 對 協定 這個很多協定 它得去了解說 我連到這個Wi-Fi機 我連到中華電信 我中華電信要連到其他國外的 其他網站要怎麼連之類的 很多很多很多 但是呢 它在歷史上面 它有一些流變的原因 所以它讓 剛才我聯合過前面 它有一個所謂的網路治理的模式 它讓可能學術機構啊 或者是說一些政策有關的一些機構 使用者還有網路社群 和這些網路治理的場域 他們可以共同的來去 就網路相關的一些政策 政治式管理模式 來進行一個討論 那它是一個相對起來 比起我們目前所知道 可能比如說 國際很多社群來說 是相對很開放的 它可以 比如說它不一定是要 你是得是一個國家 像比如說聯合國 我們都知道嘛 你必須得是一個國家 你才有辦法進去做討論 那你可能 就算是一些民間的 可能民航組織啊 或是說WHO啊 WHA這些都是 但是網路治理 它網路治理的論壇 或是社群 它不是這樣子 就能看到這邊有一個用者 它是真的一般的使用者 只要你有在網路 你都可以進去參加 所以我覺得這一套機制 是我在接觸之後 我發現它蠻迷人的 它某種程度上 可以提供我們一個破口 來去做一些討論 那這一套模式 就是它目前在網路出現 尤其是domain system 就是域名 我不知道這要怎麼簡單的解釋 但簡單來說就是 你輸入什麼 比如你現在要去Google 你會輸入google.com 這就是域名 而你就不用被 那很長一串的IP地址 對 IP地址要怎麼解釋 我不曉得 網路的門牌號碼 對 網路的門牌號碼 地址 好 那大概是這樣子 但它中間還是有很多 很麻煩的一些 就是機構啊 或者說一些協定啊等等 它會在這其中當中 那我先挑其中一個部分 來去做討論 就是 好 我先不講比較深的 就是這個IR 反正總之 它有一個管理全球的 網路的一個 你可以把它當作是管理全球網路的一個組織 叫ICANN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 不難講網路聯合國 但總之它就是管所有的domain system 和AS number 那我挑其中一個 它有分成像是一個 全世界它都有分五 它以五大洲來分做管理 那其中一個台灣也在裡面的 它目前這個組織的主席是台灣人 那 就是 黃聖雄 Kenny Huang 那我先挑出它的一個政策發展的過程 來跟大家分享說它怎麼樣進行的 就是說 在剛才那所謂網路勢儀的那一套 社群裡面它怎麼進行的 大概是這樣子 它最一開始的時候 會有人提 從這邊提一個修正案 然後這個提案的作者 它會開始把這個提案提到社群裡面 它提到社群裡面之後 它會先公佈在這個社群的郵件清單 那這個郵件清單它是任何人都有辦法進去參加的 你也可以點進去看到過往所有記錄 就Mailman List 如果知道的人 應該就是 會比較常用Mailman List這個名稱 那接下來呢 它就會開始 丟進一個 算是委員會 那這個委員會 它所有討論 也都是公開的 那它的會議 也都是開放大家可以進去 自由參與 那 只要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沒有任何人說反對 我待會兒會在細節講 它是怎麼樣的一個歷程 那它就是在過 這邊通過之後 它會再進到整個全員的會議 就是說 剛才那APNIC的會議 那再過 這邊通過之後 它才會進到這個組織的董事會 那我講一下 剛才我講的那個決策過程怎麼樣 不好意思 這些資料都英文了 好 那最簡單 我剛才說 進到這個郵件列表之後 它下來 它會在這邊 會有一個face to face 就是當面的討論 就是當面的討論 我這邊用中文直接講 就是大致的意思就是這樣子 那在這一個 面對面的會議當中 它會開放 所有人都可以發言 那只要有人有反對意見 這整個提案都會被退回 就是NO 它只要NO 它就會回到最一開始的方式 它一定要達成所有人都有共識 大家都有在討論的情況下面 它全部沒有人反對的情況 它才會繼續往下走 那這邊這個是全員的會議 它還會再一次 那都沒有人討論 都沒有人反對 它才會再往下走 只要有一個人反對 它就會從頭開始 你要重新提案 重新進行 它某一種程度上 它在逼大家 在這個溝通過程當中 可以形成共識 可以來去進行這個 就是說逼大家一定要去討論 因為如果你沒有反對的話 這個提案就會被通過 那如果有人反對的話 那你提案的人 就必須得去妥協 去配合大家的意見 來去進行 那剩下的就是 它通過全員的討論都通過之後 然後它才有辦法 讓這個提案或修正案 來去進行 重點就是 重點就是 全部都 源自於 你要有這個共識 你要有大家一致的決定 那會議裡面 就真的是這樣子 它每年會辦兩次 你要線上參與也可以 它有直播 然後你可以直播 它可能提案人講完之後 你就可以在裡面舉手發言 你打字也可以 它也會寄進去 或者是 如果你真的沒有辦法 跟到他們的會議的話 他們也有他們的有件清單 你寫個Email進去 欸 就可以討論了 非常簡單 而且 它不管你是誰 你也不用去特別報名 註冊什麼都不用 欸 就寫個信 寫一句 你的意見就會被 納禁討論 就像這樣子 就是舉手啊 問 他們就真的是 某種程度上舉手表決 他們也不會把 單一一場會議的過程 當作完整的一個討論 唯一的討論參與的方式 那 它就會在前面擺一支麥克風 你就上去講 就像這樣子 就這樣 重點就是 人可以參與 所以我覺得這個模式 是一個很 美妙的 就是說 大家雖然會覺得 還沒有效率 就是說 我們光是在立法院 在議場裡面 討論說一個東西 或甚至我們 班費要討論 那個 班費要怎麼用 都很困難了 但是重點 它價值就是在於 大家都可以參與 那 這 我覺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 剛才我們在講 這一個 前面的時候 它有這麼多的 一個 組織啊 等等的 什麼的 然後它才有辦法去形成 最後面 就是 每一層組織 它都會有自己的決策機制喔 然後都follow 剛才我講的那個方式 所以 呃 在那個 呃 我們會有 我現在要講 Dominion 好 反正總之呢 會 每幾年 這個 iCAN 它就會開放全世界的人 去申請 所謂的GTLD 就是 有沒有想到 我會想的 就是 這.com 它就是一個GTLD 那可能大家 有人會聽過 有一些人可能會申請 什麼.rar 一些很奇怪的 或者說什麼 呃 反正就是這個東西 它是可以開放大家 去申請的 去申請 你可以想要有什麼 新的名字被加上去 那這個過程呢 它大概在十年之前 它有過一次 這個政策 的討論 那時候的申請案 結束之後 這在iCAN 這個組織的人 大家就覺得說 欸 好像可能會有一些 不夠好的地方 像比如說 如果有一些弱勢團體 或者說有一些NGO 他想要去申請 但是他資源不夠 那他想要 他又想要去申請的話 所以那時候 有一個補助案 那時候大家覺得說 可能這個 還不夠完善 還不夠完整 那是不是能夠有一些 增進他的方式 或者說有一些補助 像比如說可能給他個幾百萬啊 或者說有一些 律師的無償協助 之類的方式 來去協助他們申請這個 所謂的GTLD Generic Top Level Donate 那這個討論呢 他經過10年 到2023年 都還沒有結束 因為大家都還沒有形成一個共識 那每年就是一直在那邊討論 一直在那邊討論 一直在那邊討論 那好像快要過了吧 應該10年 最近聽他們那個討論的過程是這樣子 那大家都可以知道說 其實是實際上網路 這一個 該怎麼講 它是一個互聯的一個架構 或是機制 或者說是一個協定 它透過這種極低效率的方式 運作了快30年 它實際上是有辦法work的 那為什麼我們不能期待我們的數位政策 也可以用這種人人都可以參與的方式 所有人只要他跟網路有關 他會碰到網路 他會使用到網路 他都有機會用這樣的方式 來去進行一個政策的參與或協調 那我們的術發部 他們既然都在花錢推這些東西了 他這個是會每年會送一些人 會送一些人出去去參與那個 國際交流的會議 那為什麼他們不能把這樣的一個機制 給放進我們的數位政策的管理 我覺得它是一個很需要被提的 它不管它一開始的方式是怎麼樣進行 我覺得它都是一件很有價值的方式 因為我覺得數位空間它的平等和多元 它的維持是需要大家的參與 它才有辦法維持它多元性 那也可以讓那些不同的弱勢 有機會來去做這些參與 那剛才我講的那些 不管是說ICAN或者是APNIC 它之類的甚至是其他州的這些不同的 你看什麼歐洲啊 可能北美啊 拉丁美洲甚至是非洲 他們這些組織他們的參與過程 他們都可以開放所有人 你只要有興趣 你只要點進去 你其實都有辦法來去遠端來做現場參與 所以不只是限制於說你一定得到當地 那它甚至它也有開放說 有一些參與的一些grant 就是說你可以申請他們的補助計畫 來去做這些參與和討論 在這些會議當中 就是說你可以只要去申請 好像聽說很好上 我不知道真的還假 因為我自己還沒有申請過 但我認識的人是跟我說很好上 那它唯一的限制可能就只有 主要的參與都是講英文了 它也沒有管你的稅數 所以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就是說我們到底能不能應用這些機制 到我們的這個數位政策 就是說可不可以能夠進行這些討論 就是說我們可能有一些地方 它每年固定辦兩場 那前面我們也可以先有一個數位平台 來進行討論 不管說它怎麼樣進行 但重點是說我們數位政策 我們可以有一個這樣的方式 那甚至是不是我們民間版的草案 可能數位基本法之類的 也有機會我們透過民間自己辦 大家來形成討論 至少我們的中介法不會像NCC那樣 大家罵到臭頭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需要討論 那我可以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說網路事理它剛好有這些 就是附帶的一些好處 就是說台灣能進度提升 然後做國民外交 像比如說我去年在那個 亞太的網路事理論壇 有認識幾個朋友 他們來台灣的時候 我覺得帶他們出去玩 帶他們認識台灣 他們是在那個整場 他們來台灣玩一個禮拜七天 然後我帶他們出去玩那一天 是他們發IG 投文發最多的那一天 很開心 然後最重要的我覺得是在於說 推廣民主價值討論 就是說我們目前解嚴還不到半個世紀 但是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的民主討論和整個溝通的文化 它不一定有很深的融入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待會結束休息時間的時候 可以來問一下 因為它其實真的 就像你們剛剛前面看到的 光這一張圖裡面 它就有一堆的簡稱和縮寫 就是網路自己 它畢竟是一個發展30多年的一個機制 所以還是蠻深的 好 那大概是這樣子 好 太好了 我們是有一些問題的 大家有想到其他問題的話 還是可以問 我們現在還有五分鐘 那在這個架構之下 近年有實際達成哪些共識呢 像我剛才前面講的 就是說 像 你現在用 domain system 它就是透過這個架構 來去進行形成共識 只是說可能很多的討論 它的中間的修訂 也必須得透過這些機制 來去達成 那 我們沒有其他問題嗎 好 請 你要不要拿麥克風 我時間還沒到吧 我有兩個問題想請教 第一個是說 就是你在參與IGF這個討論的過程中 有沒有遇到那一種 就是 衝進來只是想要翻桌的人 那他們是怎麼去應對 這是第一個 然後 第二個是 他那個參與的過程 就是 耗費應該是蠻多資源 因為包含開會還有什麼 那這個背後的成本 目前是聯合國那邊支付嗎 那以及如果我們自己要參與的話 是不是我們也要有一些資本 比如說我們要 能夠買機票過去 飛過去跟人家討論之類的 是 這樣 謝謝 謝謝 好 非常好 那我先問 我先講 我先從比較簡單的開始講好了 那 那像比如說 剛剛講到ICAN 它就有一個 嗯 不知道什麼 我先從比較簡單的開始回到 它網站上面其實 是有在講 它有一些可以申請的資源 就是可以去免費飛出國 然後當地的時速也都有補助 然後它每年 每次會一半的地方都不一樣 所以你可以去 真的去其他地方玩 像比如說 歐洲啊 美國啊 或是亞洲之類的 但就是可能要湊一下 那 這個是 剛才講 針對比較簡單的回答那個問題 就是說 時間的耗 那時間的耗費 那真的是沒辦法 你不管參與什麼社團 參與一些自己 嗯 業餘的社群 就像比如說我們現在CostCover 就是一個很 業餘時間參與的社群 那我覺得它是一個 沒有辦法去回避的一個問題啦 就是 這個是一個麻煩 那至少他們有補助錢 但聯合國那是沒有的 聯合國那就是得 自己花費自己的時間 甚至有時差啊什麼的 但所以 為什麼要有一個 郵件列表的方式 來讓你去寫信 來去溝通 它不是讓實際的會議變成 唯一參與這個 行程共識過程的機制 我覺得它是 一個保留 盡可能保留多元參與的方式 來去進行的一個機制 那回到剛才第一個問題 說有沒有人是進來 打算直接翻桌的 那我目前為止 還沒有碰過這樣的問題 嗯 目前我參與的次數也不算很多 那像比如說我舉個例子好了 看一下 是 OK 好 有沒有新手跑進來問一些 已經很 大家討論過的問題 那 這種狀況 也其實也有 但是 我自己 目前碰到的狀況的經驗是 大家都會 花時間好好 跟他們做分享 做討論 那 像比如說 他這邊有在 欸 什麼 結束之後就拿掉了 反正總之 他在參與的過 他在參與過程 他其實還是有一些 基本的社群守則 像比如說 他會說明一下說 欸 你進來的時候 你可能要互相尊重 這些很general 很 道德規範上面的一些討論 但是原則上 在討論的過程上 目前他們會刻意做的 可能避免你剛才講說 有人進來亂的方式 唯一的方式 他就會限制你說 比如說他們來開會的時候 有那個 線上會議的連結 他會請 他會在那會議連結旁邊說 請你不要把它發到 社交媒體上面 不然可能會有人進來做那個 就是來亂鬧場 但原則上是沒有 他每次的會議 他也都會有標明說 這個是什麼樣的一個 什麼樣的等級 像比如說 有一些就是 真的是歡迎新手來的 他每次的會議都會 開放這樣的一個機制 來做討論 所以 如果你想要練英文 或者是 你想要真的去 幫台灣在國際上面 多一點的能見度 這邊我覺得是一個 可以做的方式 而且它有大有小 它不只是技術議題 那有可能跟 基本的網路政策 可能比如說 你想要分享台灣的一些 在網路上面相關的一些 政策狀況之類的 那它其實都蠻多的 就是 如果你是技術人 這邊也有你的場域 那如果你不是技術人 你是純文族 這邊也有 可能唯一的問題就是 就是語言 但現在我們去GPT 所以其實翻譯 他翻譯其實蠻好的 對 翻譯真的很好 我覺得幫很多議則 省去很多麻煩 對 那 應該 Sidal應該 沒有其他問題吧 嗯 我剛剛還沒有回到IGF前 上哪一台 如果是 IGF它有 我就回答完這個問題 會結束 IGF它有分幾種 一種是全球性的 就是說 聯合國的IGF 那它就是聯合國秘書 秘書處給錢 或者說他們盡可能自己找錢 那有另外一個 是它模仿 聯合國網路治理論壇 這個架構機制 在各個地區自己辦的 像比如說 有亞太的 就是亞洲和太平洋的 亞太網路治理論壇 和台灣的網路治理論壇 那台灣的網路治理論壇 就是自己去籌錢 那亞太的網路治理論壇 也是自己去籌錢 只是他們可能會有一個 有錢的老爸 像比如說他們有那個 如果是技術人的話 他們是有IG的Registrar 來給錢給他們 那個Registrar都會每年一直收錢 就是有被動收入 所以他們可以來去做功德 來去幫忙贊助這個網路治理的討論 大概這樣子 那如果有興趣參加的 我沒有留我的聯絡方式 或是直接來找我 好像也可以 因為我不太確定點書 有時候找不找得到 我忘記要放這個東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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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一場是在講就是科技要怎麼樣進入偏鄉 然後協助弱勢教育的部分 那如果有興趣的朋友也可以繼續留下來 繼續聽下一場講師的演講 她是舞背學院的講師 TMS